夏威夷潭香山桥界35个华人团体聚集在唐人街中华文化广场 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 中华民国和美国的国旗飘扬上空 人们兴致盎然 潭香山的武士队也前来祝幸 参加游行的人在出发前肃然起敬地唱起中华民国和美国的国歌 台北经文处处长张文良感谢潭香山桥界 在历史和现在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游行团体给孙中山的铜像献上夏威夷独特的鲜花花环 荣光联谊会是居住在台香山中华民国的退役军人的团体 已成立20年了 会员中有不少的将军和上校 会长周金龙分享了参加庆典的感受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国父先生 在1911年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我们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我们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沙漠穴 为了我们这一个国家的命脉长存 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龙光辉夏威夷的李居侨胞 我们满怀着非常幸运的心情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渊源深厚的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台香山国安会会馆 馆长卢昭谷表示能参加这个庆典很荣耀 在坛香山行医的黄庆绍先生身为国民党党员 也分享了他的独特感受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平安 这么富足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先列 尤其我们非常感谢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是中国人 所以他做了这些这个舍己为大众的爱 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给我们是得到了一切的平安 跟这种平安就满足 所以我觉得我身为国民党 尤其我国父孙中山也是一个国民党 所以蒋总统也是国民党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成为一个国民党团员 我觉得很荣幸 新唐人记者张迪夏威夷报道